电砖箱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东公小米 今天过这边装个浴室柜 这个业主也没有验货 送货的过来也没有拆包装 这个需要我自己拆了 像这种包装箱完好的话 一般很少有破损的 偶尔也要镜子撒磕碰 但是我们做事呢 一定要万事小心 如果我们拆包装的话 一定要有业主在旁边 拆出来哪一件破了的话 我们都让他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业主不在你自己拆 你拆出来发现有一个破了 有时候真的很难说 有理你都说不清 米师傅残脚法是不行了 被拳网碰的不行 所以说残脚法 大家以后就不要看了 也不要跟我学了 自学成才吧 业主这个大爷 真是个精明的人 过来一看我要这么操作 直接就告诉我 小伙子我们这可是上走水 这个水管怎么走的 怎么走的 然后还要把顶子拆开 让我看 看看是哪个位置走下来的 拿尺子要做个标记 看看我的锡盘 牛逼不牛逼 他拆都拆不下来 我的大锡盘一上 这么大一块 直接给他拆下来 所以说我们的锡盘是多用的 不一定说锡盘就是来锡磁砖的 也不一定说就是他脱柜子 还有可能他是锡顶子的 至于说还有什么用途呢 在于我们自己开发 一般像这种落地柜 它是有四条腿的 所以说我们就不在墙上打孔 给它固定柜体 最主要的就是 把它的四个腿给它调平了 让它跟墙靠得严严实实的 然后我们就直接上台面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 你这个柜子不打孔 这个柜子是不是后期会 怎么怎么怎么地 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 到时候台盘的台盘的后边缘 你要打胶的 只要一打胶 它就动不了 柜体它也动不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还是不放心 或者业主觉得这不合适 那你可以在台盘和柜体连接的部分 那个打点玻璃胶 这个胶干了以后 它就形成一个整体 不过这种情况其实很少 往往业主都不介意说在墙上 哎呀能少打几个洞就少打几个洞 这新兴的房子装修一下 在墙上打几个洞会心疼的 所以说我们在能安装的 安装好的基础上 能少打就少打 之前看过我视频的 应该都知道我装下水的时候 要在这个密封圈的这个位置 要打点玻璃胶 这样的密封性会更好 不容易漏水 有一些牌它做的不太标准 你光靠那个皮垫 它是压不住的 会漏水 现在要装金柜了 不过这个水管的走向呢 我已经确定了 这个像它这个打孔是没有问题的 不会打到水管 电线呢是上走的 也在柜体的中心 打孔在四周 没有问题 这个柜子我就不拆镜子了 直接上 因为大爷说我来给你帮忙 我说没问题 那就直接上吧 再加上我的锡盘 那相当老固了 平时习惯了一个人干活 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但是突然有人过来帮忙 你要做调整的话 它它它看不出你 你要干什么 所以说你要说 往左边一边 往右边一边 这种指挥别人的感觉 尤其这么大碎碎一个大爷 我都觉得不合适 大爷的一片好心过来帮忙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大爷呢 这么热心的帮忙 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要向大爷学习 有时候我觉得帮助别人 也许就是一个举动 有时候就是一个眼神 也许就是一句话 虽然特别的渺小 但是同样感动着你 泪哭流涕 这个柜子装好以后呢 预留的这个电源线 在进柜的第二层 大爷说 哎呀这个线 这不好弄了吧 我说没问题 大爷你放心吧 我给你全权搞定 打孔接线 全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 只要我这电钻一响 哪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真是 在这里安装静柜呢 我说一下全网师傅问的问题 比较多的一个 就是这个静柜的静子 安装多高合适呢 按我个人安装这么多的经验 其实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 因为静子的高度 它不一样 有的70 有的80 有的60 有的55 甚至还有的50 所以说呢 一般那个高度 就拿这个静子的中心来说吧 它的中心 中心就是离地 1米6到1米65 这个高度 你可以慢慢的去评一下 往往这个是适合我们正常的高度 如果业主太低或者太高 可以做一个微微的调整 安装全部完成了 现在做一个最后的测试 试水 试水没有问题 就可以打交手工了 好了 本期浴室柜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给米师傅点个赞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